佛誕又快到了 相信不少人都可能選擇會食素 但其實除了宗教理由之外 還有很多人可能因為追求健康 甚至減肥而加入食素的行列 究竟食素是否真的健康一些 而食素其實分了很多種 是否全部都是健康的 食素會否不夠營養 是否人人都適合食 今集阿欣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相信大家都知道 植物性的食物大多數都是高纖維 低脂和低熱量 而且不含膽固醇 不單增加進食時的飽肚感 亦有在預防便秘 減低膽固醇過高 和體重上升的機會 但因為坊間其實有些素菜 為了達到味道更加飽味 在煮的過程會加上很多油 鹽、醬汁等 值得一提的是 加工大豆的產品 為了模仿肉類 或是會加入增味劑、調味劑和人工色素 而且很多微量的營養素 會在加工的過程中流失 坊間也有很多素肉經過煎炸 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所以健不健康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煮的方法 和有沒有做到均衡飲食 食素會不會不夠營養 我相信不少人都會擔心 素食其實有很多種 有蛋素食、奶素食、蛋奶素食和純素食等等 主要分別就是吃不吃奶和蛋 而純素食者就是 所有動物的蛋類、奶類、肉類、內臟 甚至來自動物的食品都不會吃 包括燕窩、蜜糖等等 令人擔心的是 會不會缺乏肉才能提供營養 包括鐵、維他命B12、蛋白質等等 如果是蛋和奶都吃的素食者 一般是可以保持營養均衡 因為蛋和奶都可以提供足夠的所需 但如果是蛋和奶都不吃的素食者 就會有機會可能營養缺乏的問題 所以要針對肉類所含有的營養 而選擇合適的食物作為補充 好像是鎮菇類 鎮菇含有蛋白質、維他命、鈣和炭水、發含物等等 可以取代肉類為素食者提供免疫功能 除了鎮菇類 還可以吃多些堅果類 因為堅果含有蛋白質、脂肪酸等等 可以提供身體所需 另外也有醫生建議 可以吃維他命B12的補充劑 或者吃多些添加維他命B12的菊類和豆類食物 維他命B12主要是存在動物類食物 缺乏了有可能造成神經性損壞 大家都會問是否人人都適合食素呢 雖然素食可以保護動物 保護我們的環境和改善我們的健康 但不食肉的確容易缺少某些營養 所以有三類人不太建議餐餐食素 哪三類呢? 第一類就是發育中的青少年 第二類是孕婦 第三類是痛風症患者 前兩類的朋友因為對蛋白質和鈣質的需求較大 食肉是較為理想的吸收方法 至於痛風症患者 因為豆類含有較高的飄零 飄零即是一種有機化合物 在人體內氧化會成為尿酸 患者多食的話 會較容易加劇痛風的痛症 所以阿欣就建議 想吃得健康些才要了解多些 亂吃的話 可能對我們健康有影響 如果你們喜歡我在NewTV的節目 記得要subscribe、like和share開去 還有可以告訴我 你們想知道甚麼題目 可以在下次 《欣言說你知》的節目裡 加入你們建議的題目 《欣言說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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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言》